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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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五视进击 港股今天低开五十一点 半日最多跌二百点 低位落到18,200点水平 看中午收市跌150点 跌150点 跌18,306点 失手条十天线的轻轻 看半日成交四百六十四亿多 今日的嘉宾请来Mike 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港股猴市 Hello Mike Hi Jasmine 你好 你好 刚才说过 轻轻跌穿了十天线 下周来说 究竟是否会越跌越深 有没有机会可以再上去 因为见到九月份第一天开局的时候 大家都说有机会碰到五十天线 不过可能有一个好开局 怎料这几天越跌越多 二十天线十天线就失手了 你怎样看呢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会觉得平常心 暂时来说 今天那个跌势也是延续昨天 也会放长一点看 之前低位冲了上来的话 暂时来说我会形容为一个健康的调整 甚至乎真的跌穿十天线 守不住 真的跌穿十天线 我相信在18,000点这个水平 都会有一个很强力的支持 其实你看回今天的市况 虽然跌了百多点 但是个别的股份 譬如有股 或者近两天的地产股 或者近两天的地产股 其实都叫做说 资金都查得挺刺烈 所以都会反映得到 其实那个市况 某程度上是偏淡 或者是向上的动力 是真的成交不配合 上不了去的了 但是是否真的要转差 或者要失手之前的低位 所以又看不到真的有一个 这么严重的坏消息出现 不过其实看图形 它都是向下的趋势 其实是否好像你说的 有一个健康的调整 如果真的要去到18,000这个支持位 你觉得最快会什么时候去到呢 我会觉得就算去到18,000 都不是太远的事情 其实现在你说18,000点 都是差300点 可能可能少少脚远 或者个别蓝丑 如果是拖下了市场的话 可能已经到18,000点了 但是我想自己表达的 都是一个平常的心 就算是挨近18,000点的 都不需要是特别 我认为特别恐慌 因为始终暂时来说 港股近一段时间的成交 或者是交投开始是稍微增加了 或者大家都围绕着 尤其是是内地内房股的那个憧憬 见得到很多新的政策出来 譬如说很多城市都开始落实 是应防不应态 但是个别城市的那个 楼市的成交或者是看楼量 开始回升 我相信都会是一个短暂的蜜月期 大家会觉得有机会可以 有一个憧憬 会不会真是最坏的情况 已经过去了 甚至乎个别的一些内房股 或者物馆股的股价 这几天都是急升 或者是升几成的 整个板块都是炒起的 不多不少使得到市场的信心 我不会说完全转好了 只不过是没有以往做一个礼拜 这么坏的话 我相信某程度上 你说真的要跌下去之前那些低位 或者是穿身低 我会觉得是一个都挺难的事情 不过刚才你提到 就是见到内房那边的政策 或者在内地那边 陆续推出一些刺激的措施 其实这个问题就像你说的 就是信心的问题 就是虽然是一个好转 但是究竟是不是真的 信心可以稳定到下来呢 甚至那些政策可以支持到多久 都成一个问题 如果这样看下去的话 其实港股是不是短期之内 都真的没有力可以向上 还是继续延续着大家 之前一直憧憬的 就是继续有更加多的国策支持 才可以帮到港股走到下来 因为人民币今天来说 都做得比较差 去到7.32这些水平 还不曾经 这样看下去的话 港股是不是都暂时没有什么运行呢 我都同意的 其实你说港股真的要突破 或者可以向上望到 万九或者二万点 真是要见到内地的那个楼市 是楼界企稳 甚至乎第三季到那些经济数字 PMI出到来是理想 或者是见到一个明显的增长 才有机会可以带动到港股 可以由低位排出来 如果不是的话 我会觉得大家 都是抱着一个观望的心态 譬如你看着今天的内房股 当然可能有些人 是归因于股价跌到残 亦都配合一些旧市的政策措施出来 有些资金就炒翻弹 另一方面我都会留意到 譬如今天一些急升的落房股 譬如融创 刚刚就是它早两天 纳入了北水的名单 互联互通的名单 近这两天都吸引到一些 来自北水的买盘 推升了股价和成交量 所以可能是这一方面的股价 都是纯粹一个互港通 立入名单 一个因素 被迫着一些北水去跟指数 或者是追着去买货 带动到股价是急性 未必说真的反映得到 基本面是改变 都会有一个提防自己 或查一个短线 你赚到钱的 就真的要看着那个价位 来鎖定利润 或者沽货套现 都会小心 有些见光死了 出到九月份 或者十月份的消售数字 出到你不理想的话 股价可能真的很快打回原影 不如看回融创中国 都公布了上个月合同销售 都按年跌6成1 不过无助今天的股价也能升 三天来说 累计升了1.6倍 今天曾经都升了64% 三个月高位 其实Miger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他纳入了港股通 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反映着这只股份 有机会都在短期之内 可以获得一个南下资金的流动性支持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去关注这只股份 还有提升 有机会提升到公司的股值 你觉得 暂时看到已经在发生了 因为公司股价上个星期 其实一直是低残 或者是成交量是很低的 这个星期突然之间 几突发性 突然之间是 有机会炒卖 我会觉得这一方面 其实都是一个技术上 或者是一个短线的因素 一个资金流的因素 所以都是有一个 抱着一个警惕的心 因为刚才你提到 其实从一个基本面分析 或者是销售数字分析 基本面都 暂时看不到一个基本面的改善 都会小心这个反弹 但未必可以持续下去 也都要留意着 可能你说短短几日间 其实股价都已经升了一倍 你都会留意下 再高追的都会有一定的风险在 那是时候要沽的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 因为其实好像你说的 基本面那边看下去 又不算是支持得很大 反过来说 信心 内房危机的信心方面 大家都还未定神 如果这样看下去 永仓中国升了这么多 唯一可以支撑到的 就是近期的港股通纳入的 这个因素 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投资者可以怎么去部署呢 我又觉得很难去 始终一些短线的资金流入 很难去真是股顶或者很难去估算 究竟北水买到什么时候 才会收手 所以我会觉得一个稳定的做法 或者安全的做法的话 你说低位捞了货的 我相信账面都有一个何观的利润的话 可能分批去套现或者锁定利润 你都未必说真的可以沽到最高的价位 但是当你分批去锁定利润或者止赚的话 万一当股价真的回调回来 你都叫做还有利润 如果你说也都另一方面 如果你没有货的 你打算高追的 我会觉得少着移情追上去一个投机 你都无可厚非 只不过你会留意着自己 或者提醒着自己 当股价出现一个调整的话 一定要严守那个投资纪律狠心点去止蚀 好啊 有关来房股那边的部署和消息 我们一点钟再详细和大家讲一讲 今天主要简单讲 讲回石油相关股好吗 刚才一开始都提到 今天油股做得不错 当中的中海油再建了52周高位 中午来讲报13.8号路 主要因素看什么呢 其实就是看着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那边 就是延长减产的措施 去到今年年底 隔晚来讲油价可以升到百分之一 亦都是建了十个月高位 Miger 现在见到一些分析说 如果内地那边 那个最近出了不同的刺激经济措施 有帮助到呢 有机会可以帮到一些经济复苏 带动石油的需求增长 见到那个伦敦旗油 今年之内有机会去到一百美元 这样看的话 其实油价有机会升呢 反过来问 港股的油股方面 可不可以再想一想呢 我相信有机会可以留意着 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都是 俄罗斯和沙特那个限产的协议 甚至乎都不是短期的 讲着这一个相关的协议 去到今年的年底 都会当帮油价打了一个强心针 可能未来都是一个大涨小回的格局 回到来其实都看着的 恒指虽然是疲弱出现一个调整 但是其中一只蓝丑中海有个股价 也都是创了新高 也都不排除 因为半年那个业绩其实挺理想的 公司也都维持着一个高派息的政策 明天就随正了 可能有些资金急着去收息的话 追上去 我会觉得油股不单止是中海有 都可以留意着那只中石油 公司其实好像在技术上 突破不到6元 这个大的阻力 近这几个月 但是望着中海有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突破 如果挨近14元 我相信资金 油价也都是保持着高位 我相信资金可能会hold一些炒落后的目标 趁中石油 现在未创一个新高的话 可能是值得做一个逢低及立的部署 逢低及立是指价位大概是怎样呢 可不可以调一调部署 还有调回问 刚才说的中海油都见了52周高位 今天最高是13.92元 如果去到这个位置 是否还可以继续hold住呢 去等收息 甚至进一步的上升呢 股价 这个也是 中海油一个很明显的突破 亦都成交配合 我觉得短期来说 都不需要想怎样子赚住 你持续今天 甚至乎亦都有股息落袋的话 可以持续今天 或者等下个星期 回来才再想 吃完这个突破的升势先 另一方面 中石油 我会觉得在5.9 楼下这个水平 都可以吸纳的 那个策略 或者那个憧憬 都是抱着一个追落后的憧憬 那么中海油已经有一个突破 我相信中石油有机会 可以在这个月 突破到这个6元这个重大的阻力 那么就算突破不了 我会觉得都不需要 特别慌张 给一些时间距离 因为你看着油价一直保持着一个升势的话 我相信中石油的股价突破 或者是创一年的突破6元 或者创一年的高位 都是一个时间性遲早的问题 好啊 那么刚才简单说到 三桶油里面八八三六八五七都OK 其实可不可以用几十秒时间讲一讲 那么三八六那边又怎么看呢 是否暂时来说都是先保持住 不要入住 我会觉得都是 我相信它都会受为油价那个升势 只不过可能他们三八六那个股价 油价那个关元都不是那么 我会认为不是那么大 那么短期来说未必是可以紧贴的 再加上内地的经济形势 始终是不明朗的话 那么可能在这方面 都会限制到三百六中石化的升幅 好啊 那么中石化半天来说跌1% Miga想问刚才的股价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的 好多谢你分析 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来到开市速步的时间 港股今早要低开五十一点 半天来说最多跌二百点 低位落过去一万八千二百点的水平 那么看到中午收市来说跌一百五十点 那么轻轻失手了一条十天线 那么来到下午来说跌少了一点 跌一百四十点到一万八千三百一十五点 那么看一下国企指数最新的表现 跌四十八点到六千三百四十八点 那么恒生科技指数看看 半天来说大多数的重磅科技股都要向下 科技来说曾经最多跌百分之一点八 利多下周维持着超过百分之一的跌幅 那么报四千一百三十五点 那么看一下吴换五大会约港股的走势 那么叫了腾讯控股跌超过百分之一 报三百二十四个二 那么融创中国今天股价做得不错 那么升六成二 至于有帮保险就跌超过百分之二 比团跌超过百分之一 建造一个月低位 那么碧桂园方面 今天都又得升 今天升一成九 那么事不宜前和大家跟进一下内房股的变线 今天看到内媒有发文去撑楼市 今天整体来说内房股都做得不错 当中包括纳入港股通的融创中国 三日来说累升1.6倍 虽然见到上个月的合同销售额就跌6.1 不过今天来说股价又得升 最多升到64% 见了三个月高位 来到下周来说 升63% 报两个五毫八 至于碧桂园方面 据报已经支付了两笔美元债的利息 还有寻求旗下八只境内债可以展期三年 股价来说今天曾经升到1.8 来到下周还升多了 升超过两成 报1.02 和大家看看中原海能 曾经今早来说股价跌超过9% 见了一个月低位 看着原油运输指数BDTI 连续跌了七日 亦创了超过一年半的低位 来到下周中原海能 跌跌7% 报7.72 今天整体的汽车股都做得一般 特别是电动车股要跌 不过可以留意汽车股就是长城汽车 公布了八月份的销量 按年增加2.9% 至于今年头八个月都可以有得升 股价来说升超过2% 开始初步看到这里 市场是一般的 看指数 但内防估得 所以我们两样都说 看update最新情况 中修恒生指数跌150点 上午最多跌过200点 10天20天线都穿了 最新18338 跌至1818点 但始终如何都好 就算收复其中一条也好 在我们过去两天 已经跌了我们前日的升幅 打回圆形 但元又散 成交有488亿 我们先报数先 再说方向 说内防是否跟得过 9月份 即月期止 18301 跌122点 最新的成交去到超过5万张 暂时低水 31点 看看内地股市 走势上午都偏远 下午回来都是 上证最新微跌8点 好 我们焦点消息有几件事 第一 外围都要留意 避险情绪升运 怎么看到 又说油价升 大家担心通胀 昨晚美股跌 美元转强 通常美元转强 对港股资金流向不利 第二 美元转强 此消彼长 人民币弱势 离岸价曾经跌穿 7.32水平 我们今早提过 近日低位7.35 去年低位7.37 非常逼近 之前低位 究竟会不会跌穿 大家由观望 不过 炒内房 一日官媒报道 有呼吁 是评论文章 说限救 限售措施 不合时宜 应该尽快撤销 是否真的帮到内房 继续有资金炒作 我们问嘉宾 王敏 Michael 你好 大家好 当然大方也要判断 市场如何 看指数 没有精神 看板块 看过股 可能会更早 我想情况 流于 我而言 气氛又一般 始终 大家都觉得 继续 港股力谷上去 可能集中度 都会在个别的板块 身上出发 除了星期一 大家看到政策 大家有个惊喜 令到 比较寬度 扩散到 内颜内险 但之后 都可能觉得 真的要再看真些 而且这段 市场仍未改变 资金主导 都比较上 可能是再比较短线 可能有污先吃 或者先消化 然后去到低位 再看有没有新的消息推动 所以 始终 格局来说 未穿19,000和19,300 以大市的走向 我都定夺 纯粹是一个反弹事 而不是一个 可以有一个破坏新的升浪开始 还有如果 见到 现在去到19,000 又是不穿 我觉得 又可能一个V弹 到V V弹之后 还有够地 是的 可能又有机会去到18,000 或者17,800 几个水平 所以指数我看法 又比较不算 都是保守一点 是吗 是的 因为真的弹不起 你见到开始 真的好像内银 内险那些 都是穿坐复毁 借住刺激内房的消息 弹了浸 之后来说 又好像要再等新的消息推动 不过我觉得 市场憧憬 那个观望程度 就比起8月份 或者7月 那次公布的政策 是积极了 就是无论 因为真的见到 连环出招 无论在股会 或者是内房方面来说 都有新的消息 我觉得 都有条件 就是搏弹的空间 都会高 但是要找对焦点的方向 我觉得 找对焦点 那样 那就好了 我们唯有逐步看 就是 刚才你也提到 一些保守因素底下 我们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指数 就不会很厉害的了 但是如果是17,800 那我都先看看 就是几百点 看看能不能再说 因为外围债息 又可能限制 新经济股 那种情况 所以变成有个别的板块 又有些 所以他们有些卡住的东西 中线我都觉得 有些股份 其实中线投资是可以的 但就未去到 整个去到九月 大家冲前 没错了 那内房 不知道你对不对 这些高风险 我们偶尽都找你评评 要看最新情况 为什么要说 又是说内房 哇 厉不厉害 碧桂圆下午就升两成一 现在一个两毫多 再望来瓦居落一成半 或者容创夸张 刚才我应该去到七成 现在就是六成半 两个六毫二 当然它是十几二十元跌下来 升了六成多 都是两个六毫一 中国恒大也不少 升四成二 五毫子 那我们稍后再交代政策背景 你知道我发了很多支箭 包括刑防不形态 最想提到 官媒也帮手搏行线 做多些松绑措施 你跟不跟这一版 策略性 而且这些真的跌得越残 这些消息就越高 但你说又弹完之后 就消化了之后 是不是有个后续性 这个就真是好看 这次你说政策推动有交 是否要营造 真是做到金九零十九的效果 你问我 可能这些很快消化 又弹完又散 也不出现 散完后又再弹 但你问我 反而你看到今次的精结 就欺望 那么没有信心吗 因为你有没有反应 如果你这样拗 你永远都可以 看看有没有反应 但市场报道出来 好像昨天都有跟进 例如融创 为何特别厉害呢 我想回一个理由 明明八月份 卖楼数据都不好 跌六成一 最新出来 只有四十一亿的卖楼 一个月 四十一亿 你看到那些棒棒图 其实卖楼近几个月 我稍后出来给大家看 就一直都跌 但我们正如日前 都跟大家报道过 你正是松了 那个认防不认态之后 他那间楼在北京的新盘 融创一号丸 如何情况 单日试过卖五十六亿楼 一天只有五十六亿 大家见到吗 最右手边 他上个月前个月都没有五十六亿 对不对 对 很厉害 政策似乎好像有点用 对不对 我觉得是有用 尤其是应防不认态 某个程度 以一些解论 可能你变相 你首付的比例是小很多 亦都说真的 压抑了那么久的楼市 其实那些人 你看到内地 之前担心充宿 那些人不是没有钱去买东西 而是等便宜才去买东西 又有些政策推动才买东西 现在我想释放这阵的购买力去做 但你说比较实力 因为这阵 我想还在说之前 要是压了很久 整体有个反弹 但它的持续性 哪间真是一个赢家 这个我想反而 现在就好像越残 越弹越多 但你问我 我觉得可能都是 找回本身的盘元 其实是有实力的 对吧 不需要纯减价 从量 因为量同之后 是不是买得多 或者真是那个 我们如果看margin 目利率 可能两样东西 是两回事的 那民企 如果我都觉得 譬如好像龙湖 那些来说 负责人 又不是太厉害 是的 那些质素会比较高 你说民企 如果买东西来说 我仍会是 宁愿偏向选 那些出发 但另外就是一种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 能不能分享 因为很明显 今次的成交多了 而整个楼市 我想我们的分析 除了说 一手盘之外 其实还要看二手盘 二手盘 亦都真正反映 另一方面 那个交投 或者大家愿意投入的程度 变成更贴近 那是哪个好 我会看另一种 可以参考 就是贝殼 就是做代理 代理 因为你代理 其实在量多的情况之下 如果在这方面有推动 其实对他们有轻资产 一来 亦都看回他们公布的业绩 就算第二季在上半年 已经不是太矮了 不是很贫合边缘 但是变成了 它数字的敏感度推动 我想反应是会比较大 所以你看到股价来说 这几天受到 你说大家真的开始 买这个认凡不认带 配合了几支箭的政策之后 它都可以叫做 它会继续在接近 现在你所说的 4-5-6元之 楼上的高位 这几天都没什么跌 其实都是反应市场 我想投射 或者是憧憬 在未来的政策 还会继续出现 还有成交会继续改善 我觉得是挺好的指标 除了我们以前可能留意 包括3001 即是债务 那支ETX之外 这支我认为 时间关系买不可以 现价还还要吗 我觉得少住 这个板块 我觉得其实未是那么快 值得很重磅地去买 如果策略性 我觉得可以落回44元附近 这些位置可以少住考虑 那是否短线稳较一点 也是的 这些都是要看位 或者有户 比如说有十多% 也有可能考虑成了先 好啊 你看你也是保守一点 真的对那些撤销限救 限手一点 你觉得憧憬不大 还是就算做了 都帮助是轻微呢 因为官媒提到 是来自《证券时报》 即是他说参考 沈阳推了26条支持 这个买楼的新政 哪26条呢 我们数不了那么多 包括盈根幕 我们也数了一些 那撤销二环内的限救 就是核心区内限救 就撤销它 那之前是怎样的限法 我查回高盛报告 那些居民 本地居民 最多可以卖两间楼 现在就没有这个限制了 买多一点都可以 亦都包括撤销 你卖楼的限制 本来应该 你买了之后 有一个年期 你才卖得出去 但现在不用了 你买完之后 即可卖得到 相信意味着是这样 第三 认防不认态 我们解释了很多次 那见你这么保守 难道你觉得 这个措施帮助不大 甚至其他城市 我对解雇保守 我不是对内防整个板块保守 即政策都可以 可以 如果你问我一个月前 问我 就直接没有这些政策 那些政策就不选 现在来说 我觉得应该可以 慢慢在板块方面 看回好少 但因为这些政策 你现在的股价反应 是很短暂的 即不代表那些人 如果之前债务很重 是否这件事可以帮助 但帮到多少 即反应都真的要累积 不是看一两天 当然股价可以先反应 即如卖楼 是否继续卖得好 等等 对啊 另外配套上的东西 债务的东西 是否可以再松绑 债务也很重要 对啊 所以这些还要再去看 所以你问我 如果这一刻放心 去选择 例如刚才我举了960的类 因为大家已经有 Trarot Court看到 或者以往的品质 信心而对楼市做活 可以值得考虑 就是个据例 其中一只 如果轻资产的 就是刚才 背壳 没错 可以在这里出发 龙户就是民企的龙头 暂时债务的问题 相对市场就比较放心 因为它仍能够提早还债 最新现在18元升半成 我们再说一件事 因为之前是限救 就是说什么呢 限救措施 可能大家都想了解多一点 其实限救 在审阳情况讲了 其他城市是怎样的呢 一线城市 北京 上海 深圳 整个市 根据高盛报告 都是限卖两间楼 本地居民计 广州 核心区里面 限卖两间 二线城市 写了 西安 成都等等 核心区又是限卖两间 总体来说 一二线城市 有限救的 多数是给你买两间楼 不能多过两间 三线城市 有些很多都未必有限制 凌方都写了 好吗 有社会人讨论 恒指早段曾经跌大约二百点之后 去到下午就继续变动不太大 仍然都还跌八几点过外 看看去到下午 向下的股份有哪些 债息升回 这个美国十年期债息 去到四点二七来这些水平 升回就不利一些高估值的 一些医药相关股 见着若明亚康德 还有康隆化成 来到下午 仍然要跌超过半成有多 还有些游戏股也都要向下 因为宽媒再赞文 就说要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打机 接着IGG中手右 来到下午跌2%至3 体育用品股当中 偷博跌得多些 他就被汇丰轻微调低目标价 就说预计上季的毛利率会大跌 见到股价跌超过2% 逆市有得升 除了一些内房物馆股之外 还有哪些 有些煤炭股也有追捧 掩抗能源最新升到半成有多 染煤奥大利亚股价都升到百分之一 中煤能源最新升幅都扩大到超过百分之一 另外长城汽车方面 就公布了一些销量数据 8月销量二年升到2.9% 支持到股价最新来到下午 继续保持百分之一过外升幅 比亚迪股价都可以靠稳 最新249个白水平 先看到这里 市场没有什么起息 18,300仍然跌大概100点左右 最新跌98点 0.5%跌风 都比早上跌200 上证偏远跌了5点 深淨成分指数跌59点 暂时1%跌幅都不够 会有港股 刚刚提到内房股上榜 大家留意 当然腾讯排第一位先 碧桂圆2007 刚才Michael说他的贴士 960和贝殼 碧桂圆又上回50天线 每次去到50天线 近期反弹 大概在这些位置顶住 现在碧桂圆 现在碧桂圆 150天线是1个2毫4 现在正正是宅住1个2毫半 1个2毫4附近 看看是否有阻力 还是突破了 融创中国最新升成六成多 融创刚才我提到 一个楼盘一天的卖楼 等于之前一个月的卖楼 究竟销售会不会大跃进 帮到它的业绩 帮到它还债 债务重组的情况 我们再观察 现在最新是2.59 升了6.4 最高是2.74 我们再跟进 今天成交都大 融创 第三位 友邦第四位继续偏远 68.35 跌1.05 美团排第五位跌过1 没办法 今天新经济股在债息上升下 ATM都要偏远 阿里巴巴跌3.5 甚至赢富基金跌六仙 中心刚跳跳跌了五个仙 中海由五是二周高 股价升超过百分之一 只可以提及 883下日便是随正 即是什么意思呢 下日随正 即是明天随正 如果股东想收息 要拿到今天收市之后 才收到股息 明天沽都可以 这个情况 快手排第十位 65.2 微升两毫子 其他主要蓝筹股 汇丰今早都可以 撑得住 股价暂时微升毫半指 这本最厉害是他 友邦最差 其他几只偏远 中移动刚刚稍稍穿65 好,找Michael答问题 Michael,你好 是,大家好 是,我们打个招呼之后 马小姐找你 马小姐,欢迎你 欢迎马小姐 你好,两位好 正哥,想问什么 我买了阿里巴巴的 105元入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回家乡呢 105 102 102,OK 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我希望他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回到102这个价 如果真的不到 我又最好什么价放去呢 麻烦你 很清楚了,Michael 麻烦你阿正奇 好,Michael 我觉得可以再等 近期的股价当然又再弱了 似乎充到95元这些位置 又再远回 我想先看回到95元这些位置 就是上升这部首稳 或者刚才说的债息 发了一轮 可能又再远回的情况下 但再充高 我觉得都是一步步去看 都是要距离你100元 在分流上的水平 其实都要等的 但我觉得现在 比较上大家对一些 平流经济股 业务的推动 或者未来来说 再进一步的发展 政策的紧固就是减低 所以可以如果不穿 我想都是下一个区间上落 如果900元差不多接近800元来说 这些位置都没有跌穿 先握住 这一阵再看看 有没有机会再上95元 96元那些位置 但是一阵一阵 我就觉得要回家乡 都未是那么快的时间 可能都要等到第四季 都要继续等多一阵 再坐一会 又调回来说 虽然这位朋友没有说是否沾货 但是我觉得他想尋求突破 反过来 因为现在我觉得走货 好像不是那么厉害 反而真的有个机会 如果市场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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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要有足够资金 限制的资金才可以做 是的 这是另外一个建议 我不问了 因为昨天问过 问什么呢 麦克你也知道 他的儿子 很多儿子在等着上市 是不是一分拆就帮到手 昨天专家就说 现在市况不好 拆了也未必有很大帮助 未必发挥的效应 都是的 因为你始终市况一般 造成那个升值那个发水的效应 或者推动性 未必好像未必似预期 这个都是一个影响的情况 是 港股要赢给大家看看 如果市场好 可能就称一称又高了 看法又不一样 看法又不一样 看个视线 好 我想家庭观众 他一见到升得那么漂亮 立刻想追 就是碧桂圆 李先生说 现在能不能进市 我自己就 如果基本面 我当然是有保留 因为他还有这么多 债务前身 只不过有些 有些脱落过了 但技术走势就很强的 正如刚才节目一开始 你也有提过 我觉得这次RSI这么强 去到差不多接近近 去到真的近期的 那位78 股价还可以推高 但有机会 现在才去买 但我想水平去到 最多消息的带动 就去到差不多一个 差不多一个四毫半左右 看看你觉得这个水位 足不足够 现在去买 但就波动性 一定有在那儿 就注码控制风险了 很多人都说 我见到这段时间 你问了Michael 你的行家 都是担心碧桂圆些什么 当然是债务 你知道今个月 今个月之前 他理论上 还有七八笔的债要还 要过关 要过关 至少看剪不剪到期 即延期还 有些人说担心 他始终三线城市的项目 都不少 那些政策 不知道是否真的帮到他 但我又回到刚才那件事 问多一句 如果你真的松限救 或者松限售 松限售等于被你炒楼 例如我这边 这边买完 立刻卖出去都可以 等于被你炒 我不知道 如果真的其他城市 跟沈阳去做 你觉得对碧桂圆帮助大不大呢 知不知是大弱忍来的呢 一定有帮助 因为他是债务重重 他就是说 他反而二三线城市 更多 如果在政策推动来说 一定是有些之前是 黑制的一些购买 盘元 那是释放了 那他是最明显能够 叫做 发挥到的效应 但问题就是 去到某些水平 其实是持续性 这是第一 第二 他就算卖到的房子 是用多便宜 是否要好去买 是否要好去买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我担心的地方 刚才的观点一样 何先生想问 时代伦理 你讲物馆 立刻问 8号7买了 30秒时间怎么做 如果买了8号7 我认为下跌的止蚀 就去到差不多7毫半的水平 但是短期应该有条件 再继续破位 我觉得可以再摆到上去 接近9毫子的位 是的 因为今天这棍子有点突破 差点站不站住 站得到就算是技术上突破了 我一直看到有个横行的平台 可以再推上去 没错 有没有拿着刚才谈过股份 刚才谈过股份 没有持有的 多谢你 休息一下 好 各位一次财经消息 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延长额外减少供应原油措施 刺激油价上升 有分析预计 油价可能升至每桶100美元 好 谢谢 谢谢 两国都说 将会每个月因应市场的状况 检讨减少供应原油措施 有石油市场分析员就估计 当油价上升到90至100美元一桶 沙特就会缩少减产行动规模 但也有分析认为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对于石油的需求 难以彌补全球石油需求的缺口 本身市场觉得 就算是沙特现场减产 可能是比较短期的一个情况 一个月左右 但现在很明显讲到年底之前 都是维持沙特和俄罗斯减产的一个情况 这个就会令到原油市场这方面的供应 比以前更加紧张 所以见到这一次油价是一个比较凌厉的一个声势 未来会不会是真的会有一个很持续攀升的动力 就真的会看需求这一方面 就算是内地的经济是复苏 而真的填补全球经济 和国际贸易收缩这一方面的一个对石油需求提振的话 那我们觉得其实未来的一个油价 是真的持续是上升的动力 就应该不是真的太足够 受消息刺激 伦敦期由回升至到每桶90美元以上 虽然预计伦敦期由年底会升到95美元 高盛就说额外减产措施反映油组 有以上高的定价能力 认为油价面临上行的风险 预计伦敦期由上市每桶88美元 无线电视吴杰晶背头 金风科技计划分拆旗下 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计划集资超过8.8亿人民币 集资所得将会用在新增封电项目投资 金风科技认为分拆计划有助提升项目价值 提高资金流动性 以及降低资产负债率 消息到这里 这里有些集资 回到一至交易现场的时间 港股下午市回来转升了 看看最新指数的表现 看到指数下午回来转升了 现在这一刻都压近日中高位附近 看看今早早段 曾经指数最多跌股压近200点左右 日中低位位置 大概是18,256点的水平 现在这一刻指数落为求稳升5点 报18,462点 版面上各项分率指数各别发展 成价超过586亿 A股情况都要先看看 上证方面同样向上 升3点报3,158点 至于护心300指数跌8点 报38,122点 创业版指数都要向下跌9点 报2,101点 焦点版法 和大家看看油股的情况 油股当中 以今日的中海油股价最强势 1%过来的升幅 都是看着油价方面 伏制油价曾经升超过1% 见了去年11月中以来的高位 主要都是受惠在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方面 延长额外减少供应原油的措施 当中留意 红敦旗油都曾经突破90美金这些位 纽约旗油都连升了8个交易日 看看其他油股中石油就没有方向 跌在5.84元 中石化跌至4.62元 至于油价做好 但都帮不到主要做运游轮的中远海能 即是版面上第一只 市场解读为 产油过减产可能会削弱中东运游的需求 另外都要留意 波罗的海运由游轮云费的指数 都连跌了9天 都拖累了一堆航运股的表现 当中以刚刚提到的中远海能 跌幅最大6%以外的沽压 跌7.78元 太平洋航运跌3% 跌2.01元跌8 东方海外国际同样跌3% 跌101.9 海峰国际沽压有3% 跌14.14元 中远海洪也跌跌1% 跌9先 跌7.98 航空股的情况都和大家数一数 看着大航对航空股的看法是如何 汇丰政权降了几只中资航空股的目标价 早前已有大航大和下调了南方航空的目标价 由6元降至4.7元 重新回到评级 要由增持降至中性 留意 因为说到相半年业绩比市场预期低 见到几只航空股都要跌 当中看到的南方航空股额跌2%以外 跌4.09元 东方航空跌1%到2.73元 国航方面跌1%跌1% 跌5.7元 至于国泰航空跌1.3元 跌1.1元到8.38元 金矿类的股份都和大家看一看 暂时就个别发展的格局 今价要跌 受到美汇和美债息升所影响 今价曾经见大约一个星期以来的低位 赵金跌幅1%以外 跌11.1元 紫金略为靠稳升6仙 跌13.04仙 中国黄金国际向上升1% 山东黄金跌幅受有欺减1% 跌15.28元 并保黄金跌3% 跌1.26元 和大家再看看科子的情况 科子跌少了 科技股部分可以跌转升 亦都带动港股的情况 科子跌23点 报4170点 和大家数一下科技股最新的情况 科技股含商跌不足1% 跌2.6元 报326.6元 阿里巴巴反复靠近格局 升1.5元 报92.5元 比团都要继续向下 留意早段估计已经是见了超过一个月以来的低位 最新跌少了 跌幅大概是0.4元 跌6元 报128元 京东方面靠稳 小米都有转升 升到2元 报11.62元 Bilibili升2元 报119.2元 而快手方面升幅1% 报65.6元 网易跌幅2元 接下来 继续来到我要做分析 也有你映Sir王国英教大家投资美股 映Sir 上一集已经帮了个别家庭观众 回答他们美股的股票言言 来到最后一集都要继续回答问题 不过答问题之前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 有什么好说 答问题 喂 我什么都不懂 大家说巴菲特是股神 跟他买 买他旗下的巴棍又行不行呢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 买巴棍也是一个可以的想法 上期来说的业绩 那些人都会相信 另外他就拿着一大堆现金 始终都是安全一点 当然了 其实如果你看现在巴棍的组合 其实跟苹果的相关性是很高的 因为苹果就佔了比例 都几十个百分比 就变成了你和苹果 其实就差不多是一齐 但是就会比苹果好一点 因为那些人就 每次由这个增长转 这个价值股的时候 巴棍就反而就会跑赢苹果 整天说增长股 美股有没有收息股 如果想收息的话 一来有股息税 二来一些好一些公司 其实都升了很多 息都比较低一些 所以你收息的话 其实就不应该太大 在美股里考虑 我看好中概股受为内地经济复苏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又想不想得过呢 其实这个问题 那个人都精神可嘉 在香港的科网股 受到折磨这么久 都不死心 但是好一点的选择 就应该是富途 拼多多 因为首先富途在高位里集了资 还有他在财富管理的发展潜力 我觉得都很大 他应该以现在的营运 就怎么都不会死 因为集资的数目实在太大 怎么消都消不了 至于拼多多 如果你说在美国里面 最受欢迎的应用 其实他的听门是排前十 你可以买到的中国 普遍的APP 的营运商在外国 其实只有拼多多一间 好 问题都答完了 最后一集 英sir 是不是真的没有东西 那找些东西 说一下吧 美股 始终是一个 需要长期作战的市场 不要打算一步登天 如何都好 不过不要困住香港 好 也谢谢英sir 这段期间 教大家投资美股的心得 不过 如果投资美股的心得 应该不少 当然 当然 如果这样做得到 那我也不用做了 好 希望有机会再请教你 这次就和大家先说这么多 你就和星期三的積金創富 当然要跟着强积金表现 今天就请来GUM的行申议论 就是Michael上来和大家一起 谈谈8月份的强积金表现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想未来和大家 去拆解一下 究竟正在投资的基金 表现实际上又如何 自己有没有填错表 有没有选错基金 那就先欢迎你上来 Francis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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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立刻看看今次我们的主题 我们除了说8月份的表现 人均就说要蝕8月份7千多元 重点就是想说DIS 即是大家经常说的 懒人基金的表现 不如跟你说了人均表现 8月份也普遍要蝕7千多元 这个表现又怎样看 没办法 8月所有市都跌 所以大家蝕一点没办法 但是Eat-to-day仍然赚钱 赚6千多元 也有大家3% 也不太差 没错 刑光莫见到 人均蝕7千多元 就是这样的数 8月份的强质金 综合指数跌3% 但如果年初至今算 其实仍然有钱贷 是 升2.9% 但重点 其实我们今天不是看这一项 看上面这两项 就是说懒人基金 DIS 看回数字 其实对比了多大 如果你说核心累積基金 比较年轻一点 用 65岁以下 选择的那只基金 其实是怎样呢 8月份 输1.3% 输的幅度 比较小 整个市场 对 你说看年初至今 原来它升9% 实际上你说 核心累積基金也好 65岁以下的懒人基金也好 其实两个数字 都是在跑赢市 为何这样 我想大家都明白 其实DIS 就是 无论是股票或债券 都是很重的 美股美债 欧股欧债 日股日债 是一些外围的东西 大家都了解 今年恒指年初 大概有两万碟 现在还是一万八 是否还没蒲花碎面 是 没错 所以大家一直以来 在强积金的投资 都是港股比较重 有个DIS 让大家去看也好 说懒懒懒 原来都赚钱 都赚得不错 是 让大家不要经常有太多本土情怀 可以分散一下投资 都是一个好事 懒人基金的名字 令人觉得懒的话 应该不能赚大钱 怎料结果呢 今年就看得很激 其实过去几年也看到 其实懒人基金 过去几年出来的表现 其实不差 对比 又用整个强积金的指数来看 都跑赢的 就是去年也好 再对上一年也好 整体的表现 都是跑赢的市 其实我们简单问一问一下 我们稍后会讨论 为什么它跑赢了 而是我们现在在想 现在的DIS 即是烂人基金 其实有些叫做 跑赢了的情况 有没有需要 可以考虑一下 放多一点进去呢 或者有没有见到 trend确实 那些钱是选择多了 去选择这类型的烂人基金 事实上是多了 如果你看到 2019年这个烂人基金 推出至到现在 其实那个百分比也不太差 现在大约有700多亿的钱 在这个烂人基金那里 那你对比 是绝对增加的 对整个的组织 对整个组织 是7%的 其实都可以说 由开始到现在 你知道新钱不是太多 但是大家都是固有的 Member去怎么转下去 或者新加入那些去参加 那几年有7% 不错的了 我们看到其他 那些新基金的推广 没有那么好的 但是你觉得这些人 选择多了个烂人基金 即是看到他的表现 原来拍人的视野 还是真的不太想想 还是怎样 你觉得那心态是怎样 其实资金局 也有说 现在来说 如果是用那个 人的数目去看 现在有400万个投资者 在成立的资金市场 但是如果又参与 这个烂人基金 就有100万个 有15% 也挺多 占的比例是多 占的比例是多 但是新的户口多 还是本身旧的 都自己主动转了一些 主动转也有 但是如果说 人的数目去计 主要都是 因为如果你现在 你不选择基金 或者你写错 就会跌下去 它会自己帮你拼去 是的 它就等到懶人基金 所以也多 如果真的 假设几年前入职 或者转工的时候 是 错有错着 填错东西 或者懶得填 那又有钱赚 虽然你说 二年都是跌的 但是跌的幅度 相对上 比市场来说 小 如果振回云来说 也很有机会 就是几年前 刚刚推出 开始一直游 也是一个不错的回报 是的 如果从19年到现在 正不错 推出的时候 什么叫懶人 我做懶人 是的 原来懶得挺好的 其实跟现在做定期一样 做定期呢 你懶不想 反而不容易被大市 趁到你 是 稳收三四厘 不用想 不如我们进入气肉 就是因为 跑赢了 为什么 刚才Michael 和我们提到一点 因为外围比较多 如何持有外围比较多 如何持有外围比较多 立刻拿下 其实他的投资组合里面 主要是占什么 也是那句 其实都是要分回核心累積 或者是65岁之后 他们的分别在于什么 第一点 其实就是看到 他们占得重的 就是富士 强积金环球指数 其实是投资在环球股市上 有欧 有美 有日 其实这些都是 大家听到欧美日 就是过去这一年 又升得好的股市 第二个是什么 都是外围的 但就集中在债券 到最后 就是一些货币市场工具 或者是储蓄利率 回报现金类型的东西 其实都好像 看完的组织 就立刻明明点 怪不得 有得升 因为外围升得好 是的 如果你看回 2019年开始 美股升了六成 是 欧股都乘三成 是 港股要用2019年去计算 就是29,000多点 28,000 那就没办法 所以一定是输 再加上债券方面 都做得比较好 所以这一方面 大家都会了解 就是华华人基金 会做得好 是一个主要原因 而且你刚才都说 富士强积金环球指数 或者债券 国际世界的债券 都是环绕着这些地区做分布 所以这个情况 会比较港股 或者港债比较理想 OK 其实初有初着 就是避开了香港 或者大中华区的股市 是的 是的 如果以这个投资组合来说 你觉得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普通打工仔 值不值得分散多一点下去呢 因为它的好处就是什么呢 它和你分散在不同的主要市场 而且还不是那些难门什么新兴 是已经发展了的经济体 欧洲市场 美国市场 还有日本市场 日本又近期开始 大家说是否终于脱离了30年的迷失之路 是否经济又可以再次起飞 有些憧憬 那你又是否建议呢 如果真是烂的 即是说我有低风险承受的 又是真是我不想搞那么多事情 可以换一些下去 是的 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就是简单 是简单 又不用怎样去想那么多 但如果有一些比较高风险的 又想积极一点 去自己管理一下我自己的 其实如果你看到 在强积金的指数里面 那个美股 欧股 日股 表现就比这个 当然了 你纯粹是股票 和现在的混合资产 就是和你组合了 是的 组合了又有债券在 就算那个核心 就是说的是64 即是六成是股票 四成是债券 而那65岁后 就八成是债券 两成是股票 有些不同的比较 不过如果是一些高风险的投资者 也看好欧美日的股市 可以考虑一下 OK 记住重点 为什么这个DIS 即所谓懒人基金 怕得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债券也好 股市也好 集中在外围市场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节 想带给大家的重点 就是为什么人均输这么多 但是如果拿到DIS 反而有得赚呢 其实原来背后的股票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再说多一点 其实到底如果真的 选择了DIS的投资策略 我们的思维模式是怎样 就不是梦恒子 看恒子就不是用来帮你去看 是否再继续持有DIS 而是看外围的 那就是优点缺点列出来 就不详细说 但是反而想多问你一点 就是因为如果你说 选择这些外围股市的话 我们现在的看法 就是相信外围经济 特别是美国那方面 其实占得比较重 是我们看好的 是吧 你怎样看呢 我想市场大家 都还在争拗 究竟会不会 美国有衰退 这个就是害怕的位置 我想现在会不会 其实只不过去过蜜月期 之后美国衰退 假设一下 大家担心的因素 反而反而 反而反而 懒人基金真的要跑衰 就是怕不怕这件事呢 我想我觉得 你说大跌 是不会的 其实现在 我想市场上跌跌 就是联储局的 加息减息的决定 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想如果财富效应 真的没有那么好 那它也真的会减息 而且如果真的衰退 它也会减息 所以很大跌的原因 或者那个因素 我觉得都是低的 就不用太担心的 不过你说上升空间多不多 也不会太多 因为美股和欧股 其实都比较贵 你问我 比重比较大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对于息口方面 这个又怕不怕呢 到底如果真的假设 美国今年内 就暂停加息 那下年有机会减息 所以来说 都是一个继续看好的看法 是 不过是这样说 如果你看回债券价格 其实都反映了几多 减息的预期 你觉得已经反映了 反映了 反映了 但起码也有四五厘 也不会太差 你说会蚀本 我们觉得也不会 是 所以为什么限制 刚才我们列了一阴摸摸摸 它是一个固定的投资框架 就是因为你一把这些钱放在DRS 它就已经帮你 固定了 要选择好几个市场 就是帮你选择了欧美 和日本市场 你就不能自己 再这么灵活调动 这个就是他的限制 这个都要大家留意 希望今天 帮大家了解一下 原来做懒人 都可以在强积金市场 略为跑赢的市 这一节 多谢Michael分析 我们先看看